有的IP看似還活著 其實已經死了 魂多羅系列作為知名老遊戲IP 遊戲的每一個要素領出來都能觸動玩家的DNA 遊戲拿簡單易懂的圖像 濕滑的操作手感 誰都忍不住要上一下手 不過應了我的開場白 魂多羅系列最新作近期悄然發布 很多人都並不知道 再加上本作數字評評 這個IP的現狀肯定沒法再讓它重現過去的光芒 不過回望過去 就算是魂多羅系列最高光的90年代 也有一些喊為人知且讓人驚訝的秘心 看到這裡 屏幕前的你肯定已經開罵了 都進入4K時代了 你這視頻畫面還是一台等待復活的準戰 這是因為魂多羅系列的第一款掌上遊戲 就是這種顏色 之前科樂美公司為了收割情懷 把發行過的歷代魂多羅作品收錄到合集裡面 合集收錄了很少有人接觸過的街機版和歐洲機器人版 最吸引我的就是收錄了91年的GAMEBOY平台的魂多羅 這是魂多羅系列的第一款掌機作品 但它為什麼這麼值得一提 因為當時很多遊戲廠商只是把GAMEBOY作為收容所 將已經在家用機發行過的遊戲列化移植到這裡 讓科樂美竟然專門為GAMEBOY平台 開發一款全新故事情節的魂多羅新作 並且這部作品的很多元素都是系列首次出現 也就是說 該作完全可以進入魂多羅正統作品區裡 不過GAMEBOY作為1989年的古董掌機 它用一塊銅銜刺激的灰度LCD 那麼你也知道了 這款魂多羅雖然是系列正統驅作 但全新的故事只能在黑白色的畫面上演出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神奇的地方馬上要來了 當我用實體卡帶塞入GAMEBOY裡面的時候 狗日的 怎麼沒畫面啊 是的 你可能忘了 GAMEBOY的初代信號是沒有背光功能的 你只能依靠外部光線才能看清楚圖像 配合不同的自然或人造光線亮度 接著使用機器左側的調節感調出你能看到的亮度 當畫面配合光線逐漸顯現出來的時候 這綠幽幽的畫面讓我都無語了起來 這次從帶復活到被原諒的色彩轉變 讓我明白實際體驗之於摩擬器油紋的重要 雖然GAMEBOY遊戲的原生圖像是黑白的 但由於掌機面板本身偏綠 所以最後就讓你的遊戲體驗充值賽波之改 令人驚喜的是 收割情懷的《混沌螺合集》中 也考慮到老玩家曾經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體驗這款遊戲了 因此你在合集中遊玩GAMEBOY混沌螺的時候 會專門出現一個色彩濾鏡選項 這個選項使合集收錄的其他同系列遊戲所沒有的 這個功能竟然可以讓玩家選擇重溫當年的原諒賞 我靠可樂美太懂玩家了吧 不過當你就要開始讚美可樂美良心的時候 我向你保證 這期視頻絕會以讚美可樂美的良好氛圍突然以Fuck可樂美而解釋 你肯定發現了 合集裡面收錄的GAMEBOY版混沌螺還提供了第三種色彩濾鏡 就是這種屎黃色 按照規律 這肯定是另外一種設備在運行遊戲時候的成像 那麼到底是哪一種設備 能讓我們的掌機混沌螺從原諒它突然就要讓你入土了呢 好 這裡我給大家講一下 GAMEBOY自發布以來為了改善體驗 又發射了幾個改版 它們分別是加入了背光的GAMEBOY Lite 更利於攜帶的小尺寸GAMEBOY POCKET 和可以呈現彩色圖形的GAMEBOY COLOR 就連後來的GAMEBOY ADVANCE也能接種GAMEBOY卡帶 不過我把這款混沌螺插入了所有這些設備 都呈現不出這種正宗的BBC 即便是遊戲在GBA上面偏黃也黃的不夠純粹 這下徹底勾起了我的好奇域 到底是什麼設備能把我們的混沌螺搞黃 後來我終於查到了 用這張遊戲卡帶 你無論如何都運行不出土黃色 因為這種顏色來自於一個神奇的遊戲外設 就在1991年GAMEBOY版混沌螺發行後 過年後 科羅美在日本地區發行了 四部經典GAMEBOY遊戲合集 每一集收錄四款經典GAMEBOY遊戲 其中第一集就收錄GAMEBOY混沌螺 咱一看都是同樣的遊戲同樣的卡帶 但這台合集卡帶竟然隱藏了一個新功能 它竟然可以支持在SUPER GAMEBOY上遊玩 我操GAMEBOY還有超級版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任联堂當時有一款主機叫SFC 就是我們說的超勝 那麼這個SUPER GAMEBOY就是超人的外設 也就是說可以讓你在電視上玩GAMEBOY掌機遊戲 但是掌機卡帶必須支持這個外設 這便是科羅美炒掌機混沌螺冷飯的原因 就是為了能讓玩家在電視上玩這款掌機正統作品 當我把卡帶插進炒冷外設的時候 就好像把自己的兒子入贅給了我的老闆娘 他媽 那種純正的就連18代祖宗都要必須補在醜金的 萃取大地精華的閃 通過電視屏幕浮到我的臉上 這種色澤 這種色調 這色文 讓我感受到了那種就算你沒兩代 他媽你也絕對服了的蒼山感 想不到科羅美既然連這種色彩預計 也收入到了和解的GAMEBOY混沌螺裡面 良心大大的呀 牛逼 帶著這份滿意 帶著這份溫馨 我最後再查下百科 為這些視頻查肉不絕 向對忍者 就滿意收官 我殺你沒啊 我操 這是什麼 我他媽這是什麼 資料顯示 科羅美後來在歐洲地區 發現了一款極為珍貴的GAMEBOY COLOR遊戲合集 裡面既然也收入了之前我們提到的那款GAMEBOY混沌螺 但是專門為其做了彩色畫 讓GAMEBOY COLOR平台獨正 放科羅美 你看看那些合集收入的色彩率已經都是些什麼顏色 剩半個技等待貨幣砸過來的火葬程式 還有隔壁老王都快追逗你 媳婦被我連尼爾一起上的綠軍色 以及這棺材版的M球不住馬上叫破球出的喜黃色 今天我把只能單色顯示的GAMEBOY混沌螺 插入GAMEBOY COLOR 它也會努力地顯示出黃而不祥 綠而不表的混合色道 彩色呢?你不是發現過彩色嗎? 怎麼不收入? 是不是他們以後拿這個做噱頭再弄一個混沌螺合集 而再收乾一波 去融合再來一句更聽最響亮的FUCK CLAMMY 既然大家已經忍受了這麼久的原始圖像了 我必須要請出那個人了 在GAMBOY當作下 我搞到了這盤珍貴的只在歐洲發現的GAMEBOY COLOR合集 這裡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合集收錄了掌機混沌螺掛的是歐本的名字 但遊戲內容卻是正了八戒的日本版本 當我把卡帶插入GAMEBOY COLOR的時候 看看 正然的海水 翠綠的夜靈 粉嫩的母橋 隔著屏幕我都能聞到一股神秘的味道 這貨我看都不用看 就知道它交尾的地方獨信十足 再來看看潛艇上浮的排水口細節 疫情又在破壁而出的野出展現 真是太棒了 我之前說過 雖然本作是一個全新的故事 但是你會看到很多前作的元素 都能讓你聯想到魂鬥爐二代 只有第五關實驗室是真正的全新場景 而遊戲的BGM也會勾起你的回憶 字幕提供 是的 遊戲的BGM幾乎全部原用之初代魂鬥爐 但是我要單獨把第二關領出來說 因為只有這一關BGM是全新製作的 而且它簡直好聽到爆炸 我之前也說過 雖然這款掌機遊戲複製粘貼了很多前作素材 但作為正統續作也開創了很多新要素 有強力無比的追蹤彈就是在該作首次出現 而為了配合這種特殊彈藥 遊戲第五關的BOSS是系列首次出現在玩家的下方 如果沒有追蹤彈 操作向下設計會相當痛苦 但如果獲得了追蹤彈 這BOSS就完全是白送的 甚至追蹤彈威力太強 所以從第四關開始 這個彈藥被隱測在特定的場景中 而非空頭出現 而第五關的小BOSS比全桌的任何BOSS都要帥 這是一台震二八肩的機器了 我尤其喜歡他的火箭飛拳 這讓我想到了這位 而最扯淡的是 遊戲提供了魂多羅全系列最弱機的最終BOSS 一個站在培養槽裡面的Timer 沒有任何攻擊方式 隨著你不斷的打破玻璃 他回應你的唯一方式就是加快抽風頻率 對 再抽快點 把可樂門給抽得比你還要保氣加開水 放 接下來就讓我們看看該死的柯條 什麼時候把彩色板塞進情緩收割機二號裡面 繼續割我的韭菜 最後再給大家看看可樂門的料性 這個遊戲封面 他就真的不怕周長用他那劍數的手臂 一拳雜寶公司的總部嗎 第一次是 鑽都收割機 還有他 lightning 那個天然水 全部拿出來了 哈哈哈哈